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喂 喂喂 小军吗 哥 是你吗 你在哪儿 你现在怎么样 我 我没事 哥 钱你弄不到了吗 钱的事你就别担心了 你现在怎么样 偷偷没围难你吧 没有 我暂时还好 哥 你快来吧 我实在是熬不住了 你以后啊 你那徒子远点 别再躲了 哥 你怎么了 你没事吧 不能这么放过徒子 你听我的话要想好好活着的话 是 哥 小军 小军 一小时以后 你就可以回家了 哥要出趟远班 你要到哪儿去啊 哥 你别问了 总之 你别再问了 知道了 哥 小军 小军 就这样吧 让徒子准备好 胡志军 会马上来电话 是 喂 姓胡的 你是不是在靠我的耐性啊 我告诉你 我让你弟弟马上就死了 你别给我提死字 你不敢动我弟弟一下 我绝饶不了你 你说什么 胡志军 说到做到 你他妈别吓唬我 你要不信 你就试试 一个小时以后 我 我在红星体育场里边等你 红星体育场在大北边 你他妈是不是来溜我 你他妈愿来就来 不愿来拉倒 喂 喂 喂 各小组注意 目标已经转移到红星体育场 迅速步控 注意隐蔽 立即行动 好 好 所有的车跟着我的车 到红星体育场 快 来 来 请进 这小子够贼的 来回的折腾了 贼也没用 跑得了初一 跑不了十五 白头 听他说话的语气 我们就算是已经控制他了吧 现在还不能确定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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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指圈是個驚嚮慎威的 我一直在想我們這次行動準備得比較倉促會不會疏忽了哪一個環境 胡志軍應該不會知道他弟弟和兔子在我們手上吧 即使他不知道他也不應該冒這個險 他不會有分身術吧又能送天又能跑 這次如果他跑了再抓他就能了 各位小組注意現在開始靠近目標注意隱蔽 小組你立功的時候到了知道該怎麼做嗎 知道好去吧 小袋咱倆怎麼走 我的船是真的 等我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已经到位发现目标了吗 还没有 是发现一个女人 是 没时间了 行动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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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城市公安局刑警队队长周铁 陈远真派出所所长 你好 这是旅馆的郭经理 你好 现在情况怎么样 胡志津看起来在这个房间已经住了好几天了 而且呢 刚刚离开不久 估计是跳窗逃跑的 好 胡志津是在这个房间把包交给你的吗 对 就是在这里 他什么人让你上来的 他打电话到前台来叫我们去一个服务员到他房间 他给了我两百块钱 叫我去红星体育场送一个包 他说过他到什么地方去吗 没有啊 他基本上是把我给推出来的 口气也很急 他叫我马上给兔子送钱 当时我就觉得挺挺不对劲的 哎 所长 这里出省需要多长时间 走高速的话 可能又没了两个小时吧 哦 沿途设卡了吗 已经出动了 所有的交通要导现在都有人把守 过往的司机和乘客都会严格检查 汽车站火车站也都有人吗 好 一点 陶 你们俩先下去了解一下情况 是 警方行动的迅速是出乎胡志军意料的 在他还差一步逃出省界的时候 警方及时的封堵了公路出口 这一下 又将胡志军逼上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这一下 在墙前去 犀利亢围 有什么事情 你不错 有什么地方 这是人那东西 是什么explosion的 走 走 可以 头儿 好 了解的 什么情况了吗 周围的群众对胡志军还是有点印象 胡志军最近很少出门 就是偶尔上街买点零食 报纸 他除了和服务员没有和任何人打交道 距离逃跑到现在已经近两个小时了 如果顺利的话 他已经逃出身外了 不过还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他没有跑掉 还在此地 不过这种可能性很小 头儿 头儿 怎么了 有新情况 怎么样 那个受伤的静静醒过来了 我们回去 看看从他那儿能不能得到我们有用的线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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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我们是刑警队的 这是我们周队 不坐 周队长 你怎么样 我人都疼 能醒过来 已经非常幸连了 算是幸运的 在初始的当天 有没有什么可疑的情况吗 好像 有 那你说说 那天 那天早上 我们五个人 在厂里的服务公司外面 上了车 上车的时候 看见 有一辆蓝色的出租车 停在对面的马路边 有一个人 擦着车 车里 有几个人看不清楚 当时 我们的车 启动开出大门的时候 蓝色的出租车也启动 肯定就是那辆车 给车做卫生的那个人 他好像是 住在我们工厂的宿舍牢里 他老婆好像是工厂里的操作员 具体姓什么 不大清楚 他暗日是你们厂的 肯定是 何维胡志军可都没结婚 那这个人 老的就是那个开车的人 行 那你好好休息 想起来什么 帮人跟我们联系 你给我们提供了很重要的线索 谢谢你 咱们走 周队长 还有什么事吗 您是小周的 我是他爸爸 难怪 语气 动作 我对工作的认真态度 都挺像的 小周他也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 谢谢你 你一定要相信小周 他一定会醒过来的 他身体那么棒 看着你 我就有信心了 一定要抓到那些抢劫的混蛋 就算给小周报仇也好 好 好好清醒啊 走 你找我 坐吧 怎么了 刘总 没事 聊聊 这几天你的培训感觉怎么样 我愿法去的那个项目啊 有很强的可信性 我已经跟那边联系过了 他们很快就汇款过来 咱们就可以把合同签了 不着急 不着急 你工作也别太辛苦了 多玩两天没事 我这住的还习惯吗 刘经理观照得周到 我天天在这儿白吃白住 都不好意思了 没什么 别客气 都是自己人 再说了 你也为我干了不少活啊 是 你 妹妹最近怎么样 她 她 还好吧 你问问她有没有时间 让她也过来 你们 在这儿好好玩玩 这 不太方便吧 给刘经理添麻烦了 不麻烦 不麻烦 我们马上就要成为合作伙伴了 不要见外嘛 不是 刘总对我妹妹感觉怎么样 你妹妹我见过几次面 不过也是工作上的关系 嗯 感觉很好 明白了明白了 我马上去给她打电话 让她过来玩一趟 我可没别的意思啊 都是朋友嘛 我知道我知道 刘经理那我就去了 那边公司要发几个传真过来 我去接一下 顺便给妹妹打个电话 别急别急 你看都这个点了 咱俩一块出去吃个饭 咱哥俩一块喝点 成了 只要刘总给面子 别 别老刘总刘总的啊 又不是外人 跳车逃跑 不慎将腿部刮伤的胡志军 盘山着走在山路上 他知道自己已经撑不了多久 但求生的意志 还是使他艰难的走下去 伤口感染 引发的高烧 很快使他精疲力竭 神志恍惚 胡志军终于跌坐下来 昏昏沉沉的闭上了眼睛 你一定要相信小周 他一定会醒过来的 他身体那么棒 看着你 我就有信心了 一定要抓到你强气的混蛋 就算给小周报仇也好 进 头儿 您要找的 另外那个人找着了 是谁 他叫于杰 男今年三十五岁 十二年前 因为盗窃劳改两年 步入社会以后 触办无业状态 偶尔帮人开开出租车 也摆过摊 后来什么都不干了 案发之后 他给家里留个条 至今未归 有重大的犯罪嫌疑 有照片吗 有 马上拿给受伤的精精指针 那他走的时候 有没有给你留下什么东西 比如说 现金之类的 没有 他一连几天没回家 结果上门的是警察 他那么个没出息的东西 能犯什么罪啊 他还能去抢银行 我说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那他有没有说过 他要做什么大生意 或者赚什么大钱啊 他好像跟别人说过 但是他没有跟我说过 因为我知道他就吹牛 好 涛 怎么样 遇见老婆 你就是遇见代人 是我 你 别 别问了我什么都不知道 结婚三年了 他什么实话都没跟我说过 也不让我问他天天都干点什么 现在他出事了 你们都跑来找我 我怎么知道要去哪儿了 行了行了 你们问他妹妹去吧 于婕告诉他妹妹的事啊 别告诉我多多 你火什么 现在是警察问话 你有义务配合 你知道吗 刘经理 刘经理 我对你实话实说 其实我妹妹对你的印象 非常深刻 说说 说说 他呀 每次出差从你那儿回来 都跟我提起你 他怎么说的 说说说说 他说 对 他说 你对工作负责 很能干 值得信奈 过奖 过奖了 所以说 我这次过来 不光是为了看项目 你明白吗 明白明白明白 来来来 喝酒 来来来喝喝喝喝 你明白吗 啊 哎呀 我想说 已经做了消毒了 你们是 我们是警察 找我有什么事吗 于婕是你的哥哥是吧 对啊 于婕出什么事了你知道吗 不知道 8月16号以后 他来找过你吗 没有 你们最后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大概一个月以前吧 他来干什么 没干什么 就是来看看 他真的只是来看看你 我跟他没有什么密切的来往 虽然他是我哥 但是我看不起他 那他最近就 没有来看过你 我刚才都已经说过了 你要不相信 我也没办法 你知道他干什么了吗 他持枪杀人 抢贴银行 让他犯了此次罪 你知道情况 还故意隐瞒我们 不配合我们的工作 这就是在包庇的 包庇罪犯也是有罪的 知道吗 你们不要吓唬我 我刚说的都已经说过了 好 希望你在得到于婕的消息以后 第一时间通知警方 好 那你请吧 走 那请吧 慢走啊 好 这个女人一句真话都没有 她确实没说实话 好 要不要收监她 你没看出来吗 她在保护她的哥哥余杰 既然是这样啊 我们就是对她进行审讯 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对这种人只能智取不能强攻 好 那您什么意思 对他实行秘密监控 他对外界的一切情况 我们都要掌握 明白了 他只说了一句真话 哪一句真话 他说他瞧不起于洁 这什么意思 从他爱人对待的态度 就可以看得出 一解给人的感觉 就是没出息 给女人留下没出息感觉的男人 不如死了算 但是 你也不要过于逞强了 年轻人都很难把握这个度 是 陶 我就佩服您这一点 沉稳 到了年龄都这样 等等 我接个电话 喂 陶是我 情况怎么样 受伤的那个金锦看见照片了 他确定看见的就是于洁 封锁到了以后 有什么消息吗 还没有 还是好 服 服员 买单买单 买 买单买单 我买 我买 咱俩谁跟谁啊 我买 我买 今天我来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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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你来 明天我回请你 我说你不能喝就不要勉强吧 服员 你把账单给 账单给我 我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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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了 每天回来就 就跟回到自己家里一样 喂 儿子今天情况怎么样 还是老样子 我跟他说话 他好像没什么反应 但我总觉得 他好像听见了 对了 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跟他一块出事的那个荆荆 今天醒过来了 真是好消息啊 我不是跟你说过 只要咱们坚持 儿子一定会有希望醒过来的 希望 我老希望着 就你老说丧气话 我说的那个 就不是这意思 你别说了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你好像很累 抓人了吧 没抓着 我知道你不告诉我 别灰心 不要放弃希望 能不能为了 你听妈妈说的多好 一定不要放弃 好 不得不得不得了 尽管已经精疲力竭 吴志军还是要咬着牙爬起来 他知道再这么待下去 自己肯定横尸野外 他是不甘心这个结果的 为了生存 他必须爬起来 来 喳 头儿 这么早啊 李滴 对了 我正上找你呢 今天早上又查了一遍 就刚才没有发现任何 胡志军的下落 陶 你说他会不会逃出省外呢 有这个可能 但是还有一种可能 他被困在这儿了 对了 今天上午 我们要召开一次会议 要在全省范围内 展开一次全面的搜查 我们不能放过 任何抓住他的机会 是 对了 余杰那儿有消息吗 余杰这小子一个人跑的 跑之前只和胡志军 何为联系过 其他人 他连招呼都没打 人家搜过了吗 搜过了 武器 赃款 全都没有发现 你确切 确切 这挺怪的 没有武器倒是有可能 没有赃款 这说不过去啊 陶 那他会不会把赃款给带跑了呢 对了 你想起来没有 当初 我们发现何为身上那 三十万块钱赃款的疑惑的时候 我想起来了 当时我们就说三个人作单 何为拿了二分之一 不合理 对 另外一半 我们猜测 是胡志军和胡小军手里 但是现在胡小军根本就没有参与 这又怎么解释 陶 胡志军何为 两个人把钱对半分了 很有可能 他们只有两把钱 一把在胡志军手里 另一把在何为手里 他们很有可能在案发之后 背着于婕把这笔钱给分了 如果是这样 这事就合理了 头儿 那怎么能合理呢 你想吧 胡志军 为什么如此大方的给秃了五万块钱 如果仅仅是为了还债 他犯不着冒着杀头的危险 很有可能 他是拿了于婕那十万块钱 他才出手如此的大方 由此推断 我们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那就是 移婕走的时候 很有可能找过他的妹妹 为什么 他妹妹知不知道移婕犯案 咱们不得而知 但是我们昨天去了以后 他妹妹肯定知道他哥哥出事了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从他妹妹那里 得到一些线索 那他要是死活不松口怎么办 我们就是要抓住他的破绽 是 我们管靠感觉是不行的 抓人一定要证据 知道吗 嗯 去准备一下 是 你回来 你的伤怎么样 好 没问题 不会影响工作 你们俩的事 谁呢 谁呢 你给我装算 有单啊 头 行了 你别不好意思了 当初你哭着喊着闹着 跑到刑警队来 我还不知道你哪点画画肠子 我有什么画画肠子 你敢说你们有私心吗 头儿 有私心 对了 你现在怎么样了 头儿 我能给您丢脸吗 哎不过 我事先声明 现在重要的是抓胡志军 抓于剑 轻重缓急我明白 好 你放心吧 这就对 不枉我当初把你弄得心情对了 嗯 好 大爷 请问 这附近哪有医院 我们这儿没有医院 连诊所都没有 大爷 您看 我这儿受伤了 伤口需要马上处理 只有镇上才有一审 要走十里罗 十里 大爷 请你帮我找个人 开车送我去镇上好吗 伤得不轻呀 谁家有车 拖垃圾都出去干活去了 大爷 求求你了 帮忙想个办法 嗯 这样嘛 我让人用三辆车把你送到镇上厕所去 行吗 啊 谢谢 老大老 谢谢大爷 快 快 马上出来 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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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你们俩用三辆车把他送到镇上去 哦 谢谢 谢谢 来我自己来 哦 自己来 来来来来老二来 扶着 扶着这个 来 来慢点慢点 哎 啊 哎 好好好 来 好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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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